王总真的太狠了 怎么现在这么狠呢 怎么会 这 这王总真的太狠了 靳心姐 好累的 去工作了 都去工作了 是你让人把我的人事调铃贴出来的吗 我提醒你 你又没有潜力出入这个房间了 我再问你一次 是不是你 让人把我的调铃贴出来的 是 怎么了 你非要让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吗 你这样做 会让整件事情没有退路 不需要退路 之前的事情 我已经向你道过签了 这些事情不是道歉就可以解决的 我究竟做了什么 所害到公司的利益了 你要这样对我 你不能为了一点点私人的心 你知道最讨厌的是什么吗 谎言 知道我第二讨厌的是什么吗 被谎言欺骗 知道我第三讨厌的是什么吗 就是知道自己被谎言欺骗之后的那种 厌恶感 而这三点 都让我感受到了 让你有了这种感受 我很抱歉 出去 我想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出去 生活就快了 所以我没有 En 察野 终于有所为了 的人 天心姐 你没事吧 刚刚公司发布了人事调令 他们想调你去收发室 这是真的吗 黄总也太过分了 没事 等董事长回来 你就回他办公室工作 董事长要是知道这件事 肯定会成绩的 不许告诉董事长 今天的事情 一点都不许泄露 听见了吗 但是 天心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的事情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现在还是工作时间 赶快去工作吧 你真的没事 没事 我黄天心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看下 对了 好好工作 别偷懒啊 谢谢 来 来了 来来 来 来了 来 贴心姐 这么多啊 信件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多的没道理 有的时候少的没朋友 说是要在中午之前 按各个部门整理好 全部吗 还要再分发出去 分发也要我 上头的指示 天心姐 千万别输给王总 加油 你把房秘书调哪儿去了 董事长回来了 你要干什么 你把房秘书调哪儿去了 我是他在直所上司 我有权力调出来 我再问你一遍 你把房秘书调哪儿去了 说发誓 你这是胡闹 专检软柿子爷是吧 谁给你这个权力 你给我出来 董事长 出来 喂 天心 爸 跟你讲啊 月月她外公到家来了 你今天要是早点下班的话 那你就早点回来好不好 我今天可不一定啊 怎么了 有什么状况吗 我工作挺好的 你别这么瞎操心 房秘书 董事长 你怎么回来了 房秘书 我回来是替你讨论公道的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两个人不谋互换 房秘书 你回总经理办公室 王硕 你下来说发誓 董事长 你替房秘书处理这些信件 明白吗 这是我的命令 爸 你叫我什么 董事长 我觉得你这样处理 不对 不对也是我的命令 就这也要本事啊 你什么意思你 你什么意思 原来董事长是王总的父亲 他们俩人父子 那董事长干得漂亮 董事长 还是把我留在说发誓吧 王硕这小子不懂事 你也跟着凑扔呢 你就甘愿被他发配到说发誓去 战无不慎的房秘书 你的气势哪去了 董事长您别担心 我没有泄气 工作上的问题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那其他的员工怎么想 他连你这样的员工都不懂得尊重 他就应该去说发誓 正好体会下 其他的员工是怎么辛苦工作的 王总应该不是不懂得尊重 我觉得他还是无法跟我建立信任吧 董事长您当初跟我说过 我希望在王总身边有个最可靠的人 可以协助他的工作 我希望我以后可以做到 这么说 你非要去收发誓呢 是的 请董事长收回刚刚的调令 那好 我给你一周的事情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一周以后 你必须回到总经理办公室 谢谢董事长 好 谢谢 感谢 你 我们的心态 我们是最好的 我们是最好的 感谢观看